2021上海车站宝马的展台 这个是本届车站宝马最重要的 或者说是最近一两年宝马最重要的车 全新的IX 就是宝马的电动旗舰 其实时间到了2021年这个节点 传统的厂商开始发力纯电动车 我们知道大众的ID4 ID6将来都是会比较走量的车 而奔驰也有EQS电动的旗舰 宝马同样推出了IX 这是宝马集团在电动化上的设计理念技术 包括类似的用料的全新的产品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当然之后IX上面的元素也会继续用到宝马的I系列 其他的电动车上 首先给大家建立一个IX这个车的概念 它是一个宝马X5车长车宽的这么一个SUV 但是车高要稍微低一些和IX6相当 车轮用的是X7尺寸的轮圈 所以你就能感觉这样的一个车是大概什么样的尺寸大小 而宝马新车型弹法用了这个巨型的进气格栓之后 你会发现在图片在视频上看起来一半半 比如说新的4系新的M3 M4都是平面上看着不太宁 但是实际真车真香 而这个IX同样如此 真车你结合这个尺寸的来感受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进气格栓 它的细条车大灯看起来都是很精致很有个性的感觉 当然作为一台电动车 它的格栓里面并不用进气 所以它集成了大量的传感器 放在这个大面积的格栓上 而侧面最耀眼的是这个22英寸的轮圈 它的设计很复杂 很有宝马X那个高级轮圈的感觉 而这边的门把手 它是一个内凹式的 没见过是不是 然后里面进去是一个电磁阀 打开门之后 车窗无矿式的车门 后面同样是 你看无矿式的车门 宝马在SUV上也终于用上了这个无矿车门 而到车尾从这个侧面的线条 贯穿到尾面 这边有一个鞋切面的感觉 我还挺喜欢这样一个过渡的 尾部看起来相对比较圆化一些 尾灯也是细长条的 你会发现宝马的灯 大灯尾灯都是越做越细长条化 这边尾标写的是X-Drive50 我们知道X6 X5的50i的动力是8缸的 很高规格 所以这个车动力应该也是很强 但是关于它电池电机细节方面的数据 到现在仍然是没有发布 我们只知道这个车百公里加速 5秒以内能跑600公里以上 其实看外观你发现 它并不是特别颠覆性的作品 但是我们等会到内饰里面看 这完全是宝马的另一番世界 来到IX内饰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宝马的用户 但是这个内饰我看着和之前的宝马车型 相关的基本上就只有这个两个拨杆 和之前的长得差不多 剩下的一切一切都是全新的 方向盘反正不是个圆形 它像是一个多边形的造型 感觉跟开宇宙飞船一样 连屏 并且它是一个悬浮式的曲面的屏幕 类似于它弄了一个支架在上面很有意思 然后这个屏幕双联屏 这个是一个有一个6度的角来靠近驾驶者 也是一直宝马强调的以驾驶者为中心 一个曲面的屏幕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有新鲜感 并且屏幕的显示清晰度 真是非常的细利 宝马后生是心里头每一个像素 我觉得也不为过 同时呢新的屏幕是宝马的iDrive 8的系统 这也是我第一次把玩这个iDrive 8的系统 里面和iDrive 7的界面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又是一个新的世界 当然在中国呢也有很多本土话东西 比如说有喜马拉雅 有QQ音乐 车载的微信等等等等 好再往下面看 这边有一个类似于二楼阳台的东西啊 水晶的iDrive的旋流 后面是水晶的这个音量的调节 以及水晶的挡霸 这还不算完 iDrive旋的旁边是一个木质的一个面板 而它上面的按键呢都集成到这个木纹面板里面 这应该是我在汽车界里第一次见到 把按键放到这个木头里面 这个感觉啊还是非常的潮流 而这个二楼阳的iDrive控制台前面是一个空地 也就是说我的脚呢 其实可以从这升到副驾驶 我知道这是没有什么暖用 但是能感觉这个前排的空间感 就有一些和比如说之前i3很类似 这也是宝马电动车的一个传承吧 再往后看 座椅 座椅是一个一体式的座椅头枕呢 再往下 并且呢我们看这个副驾驶的座椅啊 它是零星格纹的 这个真皮的皮质 我觉得是比目前宝马最高端的Mareno的真皮 摸起来还要细腻和顺滑 有一种触摸少女肌肤的感觉 我一点都没有夸张 然后再看我左手边 门板上面座椅调节放到了门上 并且也是水晶的材质 后面的座椅的机器同样是水晶的按键 开门的方式变成了按钮的电磁阀 这样打开 关门 再往后这个车上的按键 还有一点之前宝马的感觉 这边呢有宝华尾键的音响 并且这个车是30个扬声器 但是呢你会发现你只能找到可能4个扬声器 剩下扬声器都不知道藏在哪里 我知道的是这个座椅里面藏了不少的扬声器 所以你看这个宝马全新的IX这套内饰 有一种画防围检的感觉 你能看到就是方向盘屏幕中间一个二楼的控制台 剩下的都是该隐藏的隐藏 该取消的取消 感觉现在宝马最豪华感的演绎是画防围检 并且做到IX里面 我觉得宝马想传递给我们大家的是 它的人性化 它的自然的感觉 这和奔驰比如说EQS各种大屏科技感 就形成了一些小的区别 每个豪华品牌对豪华的演绎是有一些不同的 往上看全景的大天窗 这个没有什么意外 但是这个天窗是能调节颜色的 能调节成全透明 能调节成全暗 并且在中间还有几档的调节 比如说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一个灰灰的感觉 应该是调整到中间的这么一个状态 同时呢还有两个新的细节 首先这个钥匙是全新的电动宝马的钥匙 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新的模板 而新的智能个人助理呢 也显得更加的智能 它能控制全车几乎所有的功能 并且换形词啊 除了常规的Nihal宝马以外呢 还能设置其他的啊 你看他已经已经出来了 比如说我把它设置成小韩小韩 我在 他现在也能出来 并且啊 他的个人助理还能进行一些功能的学习 比如说你经常去某个收费站 然后降下窗子 你去了几次之后 下次再到这个收费站 他就会自动的降下窗子 诸如此类的一些学习的功能 会不断的给车主带来一些小的惊喜 后排呢也是全新的体验 首先空间 我们知道X5的后排空间显得一般 但是这个时候后排空间明显 要比X5来的更加的宽敞 腿部头部都是如此 并且这个座椅从后面看呢 有两个新的Type-C的接口 中间还有一个小洞 可以实现暗中观察 后面座椅呢 跟前排一样 也是那种零星打孔的 非常细利的真皮 整个后排 我觉得和之前宝马相关的 仅仅是这个手整的造型 和之前宝马 确实是一样 然后整个后排的 其他的感受 也是全新的 其实这短短几分钟 并不足以 让我向你完全的介绍 这个新的IX 因为它在看得见 看不见的地方 实在是有太多细的东西了 包括在看不见的地方 它有千兆的以太网 运算速度是 之前宝马的20倍 等等等等 按照我自己的判断 它呢 进度会比较快 你有可能在下半年 就直接能把这台车 买回家了 所以我现在是非常期待 下一步的深度体验 喜欢记得分享哦 哎 我发现一个新功能 车载微信 之前都没玩过 我刚才已经连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在你可以说拨打微信 有三个未读聊天 韩露说 你拍完了就赶紧回来 别摸鱼了 拖抱完毕 不过来 我拍完了就赶紧回来